紧盯解放军动向 日本于部署新雷达战机彻夜扫海侦查 美军又在巴士海峡忙什么 扫海就是说一点不漏的 把所有的海区都看一遍 还要看谁下的潜艇 人家很容易从这儿打伏击的 把日本作为自己的马仔小弟 要把这个所谓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 纳入自卫的范围 日本它就要这么做 美方别有用心 妄称中国渔船为所谓海上民兵船 外交部回应停止搬动是非挑拨离舰 俄制战机飞越美军航母 拉盟友 龙伙伴 欲搅起南海风浪的美国 还有何轨迹 他要把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船 派到 试图派到南海 通过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 给它生产借口 但是中国态度很明确 排除预外国家的干涉 这点是大家都知道的 现在美国一看 把它给排除出去了 没它什么事了 当然不甘心了 岛内媒体炒作解放军巡航 台海空域单日军机数创历史新高 台当局三个战时指挥中心曝光 扩机场天装备 台军在东沙岛大兴土木有何目的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嘉明 今日美日紧盯我解放军的正常演训活动 并且动作不断 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个观察短片 最近几天 美军在巴士海峡附近的活动十分密集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消息 4月12号 美军罗斯福号航母的 C-2A灰狗舰载运输机 出现在巴士海峡附近海域 4月11号凌晨 美军四架P-8A反潜巡逻机 和一架EP-3E电子侦察机 在巴士海峡附近海域展开连续搜索 4月9号凌时至7时 美海军深夜出动 两架P-8A反潜巡逻机 赴巴士海峡附近海域 进行扫海作业 另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 山崎信二表示 高度关注中国舰艇及军机动向 拟将航空自卫队的 机动警戒管制雷达 部署在东京都的小立原群岛 并持续加强警戒监视能力 此外 4月13号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 将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 对此外交部表态称 作为日本近邻河利益攸关方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日方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 不顾国内外质疑和反对 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 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 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 这种做法极不负责任 将严重损害国际公共健康安全 和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益 那么日本核废水排入大海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美军飞机在巴士海峡 密集飞行又在演练什么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欢迎两位专家 第一个问题请教两位专家 短片提到了美军最近在巴士海峡 附近搞所谓的扫海作业 目的何在 曹先生 查证情况 查证情况 王先生 美军十分不自信 好 曹先生请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海军的所谓扫海行动 它并不是一个军用的术语 因为它指的是什么 你要搞军事演习的时候 首先就是要实弹射击 对吧 一实弹射击 在过往的这些飞机 比如民用飞机 或者民用的船只都在这 必须要把它清除出去 要在这个区域里面 就是它划定这个演习区域里面 必须把它清除出去 不然的话 你这个导弹 火炮 就可能误伤这些民用的船只 所以叫扫海 扫海就是说一点不漏的 把所有的海区都看一遍 而它这个在扫海的过程中 还要看谁下的潜艇 因为你要用深纳 侦查谁下的潜艇 你说这不能留人 比如说这个 假设俄罗斯的这个潜艇 在这块 那它可能就要担心 就要告诉这个编队 这有这个潜在的威胁 这样的话呢 美国的航母可能才能 从这里边安全地通过 因为我们知道巴士海峡 巴林塔海峡 巴比亚海峡 这个地方是个重要的海上通道 但它比较狭窄 这样的话 这个尤其航母编队过的时候 或者舰艇编队的时候 它一定会减速 而且必须要经过的这个路 人家很容易从来打伏击的 所以我觉得呢 它在查证 就是这个地方 对美军的这些舰艇 或者飞机安全不安全 它在干这个事情 王先生认为啊 美军这样的举动 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 在过去的时候呢 它这个海洋战略 我们讲从军事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蓝水 是一个蓝水战略 那么近几年呢 它逐步地调整 为一个宗水战略 过去蓝水战略时期 它强调的是 这种全覆盖式的 这种海上威慑能力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美军它到相关的海域 展开海上行动也好 还是说展开这种 海上演练也好 它认为跟这个相关的国家 甚至说它的这个对手国家 是有绝对的海上优势的 不需要去做 这样的一些宣传上的 一些铺垫 包括清账了 包括说这个清场了 这样的一些行为 它认为这个即便是做了 不需要去大规模地宣传 因为这个在实力对比上来说 它认为它掌握了 这样的一种绝对的优势 但是在近年来呢 它把这个战略呢 逐步地向宗水去靠拢 怎么样叫宗水呢 就是它要把它的威慑的前沿 向前去推 因为它的实力 已经不足以支撑它 在维持这样的一个 全覆盖式的 全域式的 这样的一种威慑能力了 所以它看到了 它的所谓对手国家 包括一些亚太大国 它的这个军事实力 包括水面上的 包括水下的 有所增加 甚至说跟美国之间的 这个差距是越拉越小 所以它需要通过 这样的一些 这个扫海的实际的作业 包括在这个舆论上的一些宣传 演示它这样一种 越来越不自信 演示它这样一种 越来越心虚的 这一个状态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看到 美国它其实在执行 这样的一些战略 和战术安排的同时 它把这个岛链 又重新地提上日程 摆到一个新的位置 那么岛链 它要实施 这样的一个封锁的话 它也没有这样的过去 所谓冷战时代 那样的一个实力了 那怎么办 就是抓住了一些 重要的海峡水道 比如跟日本去搞演习 在东海方向 那其实 罪翁之翼 也在于久 也不在久 不在久之处 就是它眼睛盯着 这个宫古水道 那么跟菲律宾 比如说搞相关的演习 盯的就是三八海峡 那么前几天 跟马来西亚搞演习 指向性也是去指向 这个马六甲海峡 所以它盯着这些海海水道 认为它就能够封锁住 这个亚太的一些大国 其实呢 它从实力上有所不在 从这个道义上呢 也完全站不住脚 那其他曹先生 我们注意到 日本除了在紧张地 紧盯我们解放军的 正常演习活动之外 最近还扬言要部署新的雷达 你怎么看 其实啊 这个日本呢 它对自己的这个周边呢 罢控呢 现在认为漏洞很多 因为过去呢 它的这个反潜巡逻机 是最多的啊 就是买美国P3C 这样的反潜巡逻机 后来是像自己又研发了 新型的这种反潜巡逻机 但是现在有了隐身战机了 而且这个编队航行的时候 这个中国现在还有 不但是尖辑机出去 还有轰炸机 有的时候还有预警机 这样的来看呢 我觉得日本呢 它可能要增加这个雷达的部署 就是它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 就是日本本土的 或者领空的这种安全 而说呢 它对一些就是靠近日本的 这个重要的航道 航线它要把控 因为这个对于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非常重要 因为你比如说进西泰的时候 有些船只必须要走一些海峡 或者必须走一些 这个空中的这个航线 那么如果你有雷达随时监视 如果你有这些地对空的导弹 进行能够威慑的话 那你在军事上就可以完成 就是美国的这种所谓 一岛链的封锁 我觉得这个也是 对这个岛链封锁的 一个重要的步骤 王先生怎么来看 因为最近日本可以说是 紧随美国起舞 而且各种军事动作 有这么一种小步快跑的 这样一种感觉 小步快跑跳得很高 日本呢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一种试探 它要试探出美国的态度 包括现在这个美日首脑会谈在即 那么在这之前 这个跳得这么高 祭出这样一系列的小动作 目的就是在这个美国 未来的印太布局当中 日本到底居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日本现在心情很忐忑的一点 就是在于它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 其实也是给美国去提个醒 也就给美国记一些投名状 说你要这个回报给我的是什么东西 另外呢 它很在意的一点是什么 我们从军事这个角度上来讲 过去在特朗普时期 日本跟美国之间 也是进行了很多的思想手授 也是建立了一些这种交易的模式 就使得呢 这个特朗普政府 在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发展方面 其实它客观采取了一个 控而不至的这个策略 控而不至要它要控住日本 把日本作为自己的马仔小弟 但是呢 对日本的一些军力的发展 包括军事行动的这种扩展 它不加以很大程度上的制约 比如说日本它从这个去年 乃至于前年就有的放出风来 说要把这个所谓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 纳入自卫的范围 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一个事件 它严重地去超出突破了过去 被它和平宪法所规定的 专守防卫的范围 但是日本它就要这么做 因为它在这个印太战略上 与美国所谓的相向而行 其中呢 还有一些具体的指标 比如说如何去探查 对方的导弹发射点 如何去构建这样的一个 反潜和防空能力 如何建立这些相应的攻击能力 这是把这一系列的这个东西 摆上日程以后 日本感觉到 似乎它的这个军事力量的 这种走出去 军事大国梦往前进了一步 但是现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以后 这些东西是不是要重新洗牌 是不是要擦桌重上菜 这个呢 是日本很担心的 所以它把它呢 一起打包 放到了所谓印太布局的 这个大盘子当中 要向美国去索要 那说到日本呢 最近还 还有一个新闻 全球都在关注 那就是日本打算冒天下之大不韦 要把这个核废水 排向大海 王先生你怎么看 这样的一种排放废水的行为 第一个 极端不负责任 第二个 为这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不容 我们讲 从技术角度上来看 日本它并没有完全的穷尽 在核污水排放治理方面的 这样一个技术手段 日本在这个核废水的处理 特别是安全性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上 它在技术上是居于世界前列的 当然我们知道 如果是动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它会花很多的钱 花钱呢 这个就会带来 给这个日本带来这样的一些 这个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它把它排到太平洋 那么对于日本国内 国内特别一直在追着日本政府 这样的一些政治力量和媒体 它认为似乎是一种交代 但是这个事情害人害己 与此同时 美国拉着菲律宾 搞起了所谓肩并肩的军演 继续搅起南海风浪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观察 近期美方频繁在南海进行军事动作 妄图搅浑南海局势 4月4号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竟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活动 6号至7号 罗斯福号又联合马来西亚空军 现身南海举行军演 8号美海军马金岛后两栖战斗群 也进入南海 4月12号 美非年度最大规模演习 兼并兼演习正式开始 有分析认为 美国试图在阶级拉拢菲律宾 据美联社消息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 近期与菲律宾国防部长通话 讨论南海局势 以及中国船只近期在牛厄礁集结问题 对于美非部分声音 频繁炒作牛厄礁仪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 美方罔顾事实 执意将中方渔船称为海上民兵船 并一再援引非法无效的 南海仲裁案裁决 试图否定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 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不可能得逞 当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 中方同非方就有关问题 保持密切沟通 我们注意到 菲律宾总统杜塔尔特日前表示 非方将继续通过外交渠道 和平解决有关问题 中方敦促美方尊重地区国家 妥处分歧 维护南海局势稳定的努力 停止搬动是非挑拨离间 那么美国炒作牛厄礁话题 有何意图 美军在南海的动作 又会对地区局势 带来怎样的破坏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美国现在拉菲律宾的意图 越来越明显 请教两位专家的观察 王先生 主流与非主流 曹先生 制造乱局 好 王先生请 美国一直是把菲律宾 当成是一个重要的拉拢目标 因为在南海周边的 声索国当中 菲律宾是它唯一的 一个军事盟友 所以这么多年来 它做这些工作 但是这个菲律宾方面 现在国内的主流的意识 已经对美国这种意图 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了 那么杜特尔特政府 就采取了一个什么呢 在南海问题上更加务实 和富有建设性的一个态度 要通过直接当事国 包括这个就是中非 双方之间的这种和平的磋商 去解决相关的争议问题 共同维护南海的稳定 然后把这个两国的关系 让它直面南海问题的同时 要超越南海问题 我想这个应该是被称之为 菲律宾国内 包括政治圈 包括战略圈 这个很大程度上的一种共识的 但是菲律宾国内 它有为数还不算少的 这样的一些亲美派 虽然它现在并不占据主流 但是这些人的声音 一直在发出这样的一些噪音 应该发出这样的一些噪音 这些亲美派 它有过去阿基诺时期的前高官 也有一些智库人员 跟美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国也乐得去通过这个背后 去唆使 拉拢这样的一些人 当它的传声筒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菲律宾国内 包括菲律宾的军方有关人士 释放出这样的一些杂音 很大程度上受了这样的一些 势力的影响 他们无非就是第一个 替美国人去说话 但是他还要拿出一些 具体的招数 比如说炒作一些岛礁的问题 比如说要把南海仲裁案 那张废纸重新拿出来 去使用这样的一些问题 但是他们并不占据主流 曹先生您的观察 为什么美国在这块 总是想兴风作浪呢 因为美国要推行 它的印太战略 南海是一个重要的通道 因为南海是把太平洋和印度洋 连接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 那么从战略意义上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再有一点 就是美国非常希望 在这个地区里边 就是闹起来 就是这个当事国 因为它不是当事国 而我们注意到 就是当南海的这些国家 过去我们讲矛盾无法回避 但是我们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签订 这个南海的行为准则宣言 这都是为了解决矛盾 解决问题 但是中国态度很明确 排除意外国家的干涉 这点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现在美国一看 把它给排除出去了 没它什么事了 那当然不甘心了 所以一定要制造矛盾 所以我们就看到 美国在这个南海 它是个矛盾的制造者 而且现在为了挑事 任何事件 他们都拿来炒作 比如说在牛厄礁 我们正常的避风的中国渔船 现在也炒成一个话题了 王先生怎么看 这些年 他们一直在炒作 几个自己炮制的概念 比如说海上民兵 比如说灰色地带 他把这个帽子 他贼喊捉贼 要试图扣到中国的头上 扣到中国的渔民头上 然后由此 打造这样的一种 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他自己去账目 甚至为他的一些行动去遮羞 我们看到的具体事实 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美国公布了自己全新的海洋战略 全新海洋战略叫做海上优势 它构建怎样的海上优势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把三海力量结合 美国的海军 海岸警卫队 海军陆战队 因为什么呢 由于疫情的影响 由于美国越来越大的 这种战略野心 它的兵力又分散 很多船又生病 那么它的这个军舰作为挥船 很难去达到 它在南海挑事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它要把白船引进来 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灰色地带 它要把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船 派到 试图派到南海 展开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 展开一系列所谓的巡航行动 那么它必须要通过 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 给它生产借口 包括拉拢一些盟国 甚至让一些盟国 提出具体的要求 好把它的这个白船 把它海岸警卫队派进来 所以这是非常不良的一个局心 我们必须要看清楚 那请让曹先生 除了这次跟菲律宾搞军演 之前美军还和马来西亚 在南海也搞起了演习 而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 其实比较怪异的画面 就是苏三菱掠过美军的航母 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美国海军 特别是现在对自己 不自信和焦虑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美国的航母编队 可以说是美国总统 手里的一张牌 一有世界上哪里风吹草动 或者是哪有军事冲突了 马上就问航母编队在哪儿 一次我只要派个航母编队去 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 那现在你看它跟马来西亚 这样一个就是南海周边的国家 搞了个演习是什么呢 是美国的航母编队上的 主要的作战飞机是大黄蜂 跟人家马来西亚空军的 苏三菱是从俄罗斯引进的 这样的飞机来进行了个编队飞行 科目很简单 就编队飞行就行了 只要你跟上保持一定距离就可以了 一个艰巨比较大 还有一个科目比较简单 动用的兵力也比较少 但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演习 美国也要拿出来 就是作为一个重点的宣传 你看我又跟马来西亚搞军演了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这块本来无事 你是想通过就是美国和当地的这些国家 搞了一些小的军事上的行动 然后来展示 好像是美国在这个地区里边 有很多的盟友 美国在这里边有很大的利益 实际上马来西亚 包括这个泰国新加坡等等 很多的国家 他们都说 我们不愿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 但是美国实际上就在强迫这些国家 进行选边站 要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服务 要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所以这些是这些国家不愿意干的事情 就是你美国有赫马来西亚搞了这个演习 又是和谁谁谁 比如说菲律宾搞了肩并肩的演习 这样的话呢 肩并肩心没有连着心 实际上大家也就知道 你的演习效果是什么 视线转向台海 台当局的作秀还在继续 近日曝光了三个所谓的战时指挥中心 据岛内媒体报道 台当局三个战时指挥中心曝光 根据台防务部门的预算内容 台军龙山昆仑及泰山三个地下指挥所 平时执行作战指挥任务 灾时为防灾紧急应变中心 战时则称为作战指挥中心 这是台防务部门首度说明指挥所用途 此外台当局正在扩建东沙岛机场跑道 据悉为加强所谓的东沙防卫 台防务部门除增派陆战队轮驻外 台海巡署也在东沙部署红损火箭弹 还计划将瑞渊无人机部署于岛上 风眼雷达也将进驻 此外台军也在东沙岛大型土木 进行东沙营区新建工程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 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挑衅行径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 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那么台当局这三处战时指挥中心 有何秘密 扩建机场部署多型武器 台军在东沙岛大型土木 又有什么图谋 防武新观察为您解读 三个所谓的战时指挥中心 也被嘲笑为三个逃跑中心 现在也曝光了 两位怎么看 王先生 恐惧与绑架 曹先生 舆论战 舆论战 好 王先生请 我们之前谈过不止一次 那么台湾当局 他们为了要达到 他自己不良的目的 要拒统谋独 民进党的这样一些势力 他就故意地 把两岸之间的局面 搞得紧张化 但是紧张化之后 他现在发现自己不好收场 首先 一旦 引发了相应的这种 非和平状态的话 他自己对自己 军事上这点家底 非常的清楚 不管他过去搞什么兵器推演 不管他过去搞什么 海空演练 他都知道 面对着对岸的这种决心和实力 他们这根本就不值一提 所以现在 搞这样的所谓的战事指挥中心 很大程度上 这个目的被台湾岛内的网友说中了 台湾岛内网友说什么 刚才您提到 说这是一个逃跑中心 所以一方面体现出了 他内心恐惧的同时 还体现出了什么呢 台湾岛内民众 对他们这样的一种嘲讽 还有对这个民进党当局 对这个台湾岛内的 整一系列举措的 这极端的失望 当然 台湾岛内民众的这种失望 这种民意 民进党当局的这些人 他肯定也感觉得到 所以他为什么在这个近年来 特别是这两年 一直在炒作 动不动就暂时 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其实客观上 民进党方面要制造 在台湾岛内一种绿色恐怖 他要不断地去绑架 深度绑架台湾岛内的民众 曹先生您能观察 为什么讲台湾所曝光的 这些战时指挥中心 是个舆论战呢 因为真正的战时指挥中心 是绝对保密的 那属于是核心 现在让你们看 这三个所谓战时中心 就是说我一旦 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狡兔三窟 我这三个地儿 不定哪个 是真正的指挥中心 这个是给你做样子的 意思说我修好了 这种防御的指挥所 是可以应对这种军事打击的 实际上这不就是造语论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个完全是处于 一种宣传的需要 然后来向外释放这些信号 好像是说 就是一旦 就是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我也有能力坚持 那请让王先生 刚才短片也提到了 最近台当局在东沙岛的各种动作比较密集 您怎么看 台湾当局在近年来 它一直在炒作并且打造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外岛防线 除了台湾岛之外 它把其他的一些小岛 周边的一些小岛 它视作是所谓的外岛 比如说在台湾岛的西侧相关的水域的时候 它就强调在西侧的所谓的外岛防线 包括澎湖金马一线 那么如果说我方的正常的军事演训 在台岛的东部海域的时候 它就强调绿岛和蓝宇 构成这样的一个以导弹 以导弹防御为主的 这样的一条所谓的防线 那么现在它在东沙岛 去扩建机场也好 重修码头也好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把这样的一条所谓的外岛防线 继续向南延伸 做这样的一个试探 形成这样一种三角形的构架 网图给自己这样一个不良的企图去续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防务新观察 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之声 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